我比較想了解的是說 我看到熟悉的面孔出來了 我來找一下這個手擺 這個 這幾個人跟你指認一下 你熟嗎 你們應該有交手過吧 引力啊 然後這個是那個陳什麼 陳冠榮醫師 陳冠榮嘛 這個是那個 那個激進黨那個嘛 張什麼洋 對 他們出來 他們就是 我可以說 他們是等於是 頭號 如果是以民進黨 或是說以綠營來講說 頭號罷免工程 因為他們 他們罷掉一個市長 那現在罷免出來 他們是要罷黃捷嗎 好像不是 我先講一下 熟悉你有沒有覺得 以前是四君子 現在剩三君子 為什麼 因為搞不好 另外那個醫師覺得 不能搞雙標 有這種狀況 為什麼不出來 就是說 你們這個四君子 你們覺得要罷免別人的時候 你就說你是為了 民主的展現 為了高雄 民意 對 然後結果別人 現在要出來罷免黃捷 你們出來阻撓別人罷免 是 然後你說阻撓罷免才是民主 對 而且都是你在講 說如果黃捷被罷免 是一個民主的破口 還是什麼的 對 所以 他說他們要來阻撓 這部暴復性罷免 如果沒有阻撓的話 民主就會流失 都是你們在講 所以這個就是有立場 有意識形態 是 你自己 你要去報復韓國瑜 你覺得韓國瑜 選贏了陳其邁 你就說你是為了民主 那現在人家要來罷免黃捷 你又出來阻撓 我覺得這些人怎麼會好意思 這三個怎麼會好意思 而且其實經過不到一年的時間 這為什麼半年多一點 他們怎麼可以調 把自己的角色調適的這麼的好 在你們三個人的心目當中 什麼叫做民主 順我者民主 逆我者不民主 不就是這樣嗎 然後他們的粉絲 他們的側翼 他們的粉絲叫WeCare WeCare高雄 我問各位 賽場網友有沒有高雄人 如果有 大家可以表達意見 這幾年 韓國瑜被他們報復性罷免掉之後 他們有在Care或高雄嗎 高雄前一波 出了那麼多包 記不記得 他們的金巴局 辦了一個活動 說什麼夜市 一小杯 這個很珍貴的 木瓜牛奶 說要給人家吃到飽 有沒有 覺得很瘦操 很澎湃 很澎湃 結果去試喝一小杯的那個汁 他們有沒有出來講一句話 完全沒有 好 我跟你講 這個木瓜牛奶的小事情 這邊我列出來一個 你看2021 1月21號 2021 1月22號 2021 1月23號 這個地方 這個叫什麼 高雄的空污 這空污都非常嚴重 我想WeCare高雄 不只是說你Care的是 罷免環國瑜以外 你是不是真的是Care 高雄這件事情 就是說 你如果說你的家鄉 高雄 空污很嚴重 你有沒有站出來說 陳其邁市長 你想想辦法 如果還是韓國瑜的話 趕快發動罷免 WeCare 你趕快發動罷免 陳其邁 對不對 陳其邁做那麼差 還有今天正道新 有指出一個東西 他說 馬上他們就可以掛一個看板出來 各位觀眾朋友看一下 後面這個看板 有沒有2月6號 留下黃捷 你們三個是背後是有什麼人來支持你們 隨隨便便就可以掛這個看板上去 這都是錢 而且聽說錢還滿多 因為這個不在鳳山區 在另外一區是不是 在別區 還不在鳳山區 就是可以砸到別區 可以砸到別區 你在別區掛這個 實際上效益很低 因為不會有什麼 可能鳳山人不會直接看到 結果你把錢這樣隨便撒 錢哪裡來的 所以你這 其實黃捷背後 有很強大的力量在支持 反正是那些鳳山清潔隊 才是小蝦米 我覺得他們很辛苦 大家一定要給他力量 所以我覺得 昨天蔡英文總統下令說 要支持黃捷的時候 我覺得鳳山清潔隊回應得很好 他們我們現在 哇塞 總統都出來 小蝦米對大鯨魚 那我們台灣人就是要支持弱者 我們要支持他們去罷 他們認為不失任的議員罷掉 就是好像現在就多給了 一個這些罷解團體 就是他們有多一個理由 就是說當你的總統不關心疫情 當你不關心萊豬進口的事情 你關心的是 所謂一個無黨籍的 在地的市議員 他們就覺得說 那我們這個行動 也是要對總統投下不信任票 沒錯 所以說變成說 總統不曉得說 你下令現在政黨 要政黨對決嗎 其實也沒有國民黨跳出來說 我是什麼跟你要 民進黨政黨對決 可是民進黨居然下了軍令 要來保黃捷 我不知道這一件事情 到底對黃捷本身而言 他喜歡或是他覺得 這樣是好事嗎 黃捷喜歡 但是黃捷搞不清楚狀況 我覺得蔡英文出來 幫黃捷是害他 我覺得因為大家都知道 罷免是不是仇恨動員 我一直很討厭你 我才會出來投同意票 我不想讓你繼續做 我出來同意票把你罷免 那本來黃捷的罷免案 只有討厭黃捷的人 會出來投同意票 因為他是無黨籍的 現在蔡英文繳進來之後 而且用這麼大資源繳進來 大家會把這一連串從萊豬 然後到提名陳菊當監察院長 一連串的荒腔走板 全部算在這一次黃捷的罷免案上面 所以討厭民進黨的也會出來投票 他無心當中就墊高了同意票的門檻 更容易突破25% 你就變成一種動員 那民進黨跟黃捷 他們現在打得如意算盤是說 他們希望能夠不同意票衝更高 去贏過同意票 讓罷免案不通過 可是不是那麼容易 屈服 為什麼 因為這個動員要靠基層的力量來動 奉三基層的力量 那你覺得國民黨的人會去 幫黃捷動員投不同意票 不可能 只有民進黨的人會有可能 你的議員你最知道 這個議員的心態到底是什麼 可是你知道嗎 如果我是民進黨的議員 其實我會非常怕黃捷 你本來是綠黨對不對 你現在 無黨 實在力量變無黨 你本來實在力量 後來變無黨 你本來票跟我們無關對不對 你現在變成我們全黨幫你 那你就吸了我原來的票啊 那如果你沒被 而且是蔡總統指定 蔡總統指定 然後如果他 黃捷如果說罷免沒過 他下次在同意區進選連任 他變成吸票基 你知道嗎 原本民進黨可能 假設可以上個五席好了 被他一個人讀高 然後掉了兩席 絕對是 因為那個 大家都多席次選舉 就同黨在同一個池子裡面 搶票嘛 那個同一個池子 一個人衝很高 其他人就會掉啊 黃捷 同黨的人就會擔心 黃捷變息票基 你覺得他會幫他動嗎 你覺得會動嗎 我就是應付應付 我的調校卡去幫你 然後下一次 我的調校卡就變成立場了 這個在地方選舉很多發聲啊 那立委會不會幫他動 許智傑會幫他動嗎 許智傑會害怕說 黃捷你現在變單一選區 你本來一萬多票當選 你現在不同意票 如果衝到八萬九萬 那我的票全部被你吸完 反過來這是對我黃捷的票了 對 這變成黃捷會視為 這些不同意票都是他的支持者 對 他下次就會挾著高人氣 去跟許智傑搶立委的選舉 許智傑害怕嘛 所以站在自己鞏固地盤的角色 這些基層 他不會幫黃捷動員 所以我這樣覺得 我覺得他們覺得不會過 然後蔡英文覺得不會過 所以來幫他 黃捷覺得很高興 其實黃捷是看不清楚狀況 而且他會激發出大家的憤怒 憤怒 就是說我們鳳三人 自己要去罷免黃捷 你總統 你在總統府 你為什麼來干涉我們 你為什麼要剝奪我們 行使憲法 賦予我們民主的權利 對 因為目前為止 看起來都還是說 所謂的霸解總部 在做一個 比如說要來罷免的行動 但是民進黨就跳出來說 我跟你霸解總部 來PK的那種感覺 對